好剧不怕玩 惹记我来看 欢迎来到嘟嘟看剧 今天给大家开一部几句讽刺意义的动画 吐血 故事开始 一处豪宅里的管家出现了 在确定四处无人后 管家随即就将一个破笼子扔进了垃圾桶里 而笼子里好像是什么动物的尸体 解决完一切后 管家紧接着也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说着就给妇人冲了一杯颜色鲜艳的红茶 而妇人好像也很享受这种红茶 于是在好好闻了一番后 随即就喝了下去 就在这时 一只新鲜的兔子被送了过来 而管家在检查过后 随即就带着兔子来到了地下室 原来这里住着一个老头 他的工作就是加工兔子 说着管家就将兔子交给了老头 并示意他赶紧工作 可此时的老头好像有点不忍 于是就摆摆手准备拒绝 可面对凶神恶煞的管家 老头多少又显得有点无奈 最后只能再次开启机器 这一幕也为兔子看在眼里 整个人顿时害怕不已 不得已 老头只能拿出自己和兔子的合照 以此显示自己很喜欢兔子 另一边 妇人在喝完红茶后 随即就示意管家再倒一杯 可此时的水壶已经空空如也 再也没有一丁点剩余 这一幕也让妇人很是生气 于是就刺压咧嘴地向管家表达不满 与此同时 老头也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只见他将兔子绑了起来 然后将一根细长的针管插在了兔子的腿上 准备好一切工作后 老头也熟练地拿起了乐器 就这样 兔子在优美的旋律中不停地跳舞 而他的血液也一刻不停地流逝 直至最后顺着针管来到了那个水壶里 此时大家才真正明白 妇人所喝的并不是什么红茶 而是新鲜的兔子血啊 看完电影 总让人感觉一种深深的悲哀 因为这整个流程像极了一层又一层的压迫 每个人都是为了生活而去做自己不愿意的事情 这其中的无奈让人心酸 更让人悲痛 于是我又想起了那句玩笑话 兔兔那么可爱 为什么要吃兔兔呢 可仔细想想 这真的只是一句玩笑话吗 好了 又到了给电影打分的时间了 一到十分 你会打多少分呢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是嘟嘟 我们明天见